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卫星云图洞见观瞻 监控风暴动态严加防范 炙热岩浆噬大地 掌握前兆亦能及早撤离 唯有这股不可抗力 来之前悄无声息 顷刻间旱天动地 来自地底的强大力量 就在太平洋沿岸蜿蜒盘踞 全球高达八成以上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 它的来临是否真的毫无警讯 人类又有多少筹码与天争命 坐落于太平洋间这片土地 平均每天发生一百次地震 却也激浪出傲视全球的地震科学 寻找地震预警的关键 或许大地早已留下线索 竟带着科学家前来破解 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吴一鸣教授 二十多年来试图推敲地震脉络 他深信 在那古老的地底下 正酝酿着一股巨大威胁 喜马拉山是一个很剧烈的造山带 地震学家都预期 它可能会发生八到九的地震 种种迹象推测分析 下一个瑞士规模九的超级强震 极有可能出现在这里 新德里是印度首都 人口2220万 在全球城市排名中高居第二 2000多年前 在这里建立了辉煌而强盛的孔雀王朝 但如今老旧的公共设施 极端气候变化与岌岌可为的专造楼房 让新德里经不起任何一次强震来袭 孩子们的深邃眼眸 正投射着当地居民的最大隐忧 新德里没有任何本钱与地震相抗衡 偏偏地牛就潜伏在恒河平原下 蠢蠢欲动 而现在来自台湾的地震预警系统 渴望帮助印度在强震来临之际 争得活命险机 福德塔玛是印度的地震仪器管理员 正带着来自台湾的地震应用工程师 林大军 驱车前往喜马拉雅山脚下的鲁吉尔省 飞驰的车轮下所经之处就是一条断层 若想保护新德里免于强震威胁 必先指导地牛巢穴 但地震带到底在哪里 他们期待这个问号 能在印度理工学院获得解答 亚徐库玛马马杜教授 是印度地震工程学的权威 力抗地牛翻身超过40年 面对镜头直言 喜马拉雅山脉就是新德里所要面临的地震威胁来源 6500万年前 印度板块往北撞击欧崖板块 产生碰撞挤压 造成喜马拉雅山脉高松隆起 海拔超过8000公尺的世界屋脊 构筑了复杂地形地貌 被誉为地质界的圣碑 更是全球最活跃的地震带之一 但若有朝一日强震发动突袭 但就建筑物的抗震结构来看 首都新德里根本没有胜算 话说得重 却也最沉痛 65岁的马都教授 大半辈子都住在鲁基尔 他带着我们回家 诉说着关于地震的古老神话 带着妻子焚香助导 马都教授 心里却明白 一旦地震来袭 满天神佛难保苍生 让他誓言 求尽毕生之力守护家园 三年前 他开始撒下天罗地网 捕捉地震讯号 而不设地点就在印度传说中 众神的居所 喜马拉雅 圣城脚下的哈德瓦尔 是通往喜马拉雅山的众神之门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印度人到此朝圣 零零波光 承载着多少信仰 顺流奔向远方 印度人相信 举一把恒河水浇在身上 能长保身体安康 然而 再多的恒河水 也难换得断层带的片刻宁静 镜头穿越众神之门 直奔群山之巅 历经半天的车程 伟俄的山界终于呈现在镜头前 通往喜马拉雅山脉的连外道路只有一条 当地人就沿着这条交通命脉 在陡峭山崖边一砖一瓦 打造安身立命之所在 这无疑也是对大自然最危险的挑衅行为 举目所及 道路建筑 命悬一线 这个地方 一直有地址和地址 在冬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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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从 冬季到冬季 基本上是冬季时期 一直有地址 在冬季时期 在冬季时期 好 好 所以每年 每年会死 每年 福德塔玛回忆 一次前往地震测站途中 遭遇土石流 同行的工程人员企图挖路抢通 却有两人惨遭活埋 遗体就放在这台车的后车厢 但即便山路凶险 他们依旧前扑后继 带着台湾的地震仪 沿着主中央逆冲断层 每隔6到7公里 设置地震测站 总共架设了100台 海拔高度2300公尺 这座名叫迪纳提的小山城 来自台湾的地震仪 就在电信基地台墙边的金属河里 装设方式与台湾大不相同 在台湾的测站 大部分都是装在墙上 因为台湾的结构体算蛮稳固 都是很牢固的水泥墙 当然在印度的话 这边都是 很多房子都是用空心砖做的 所以你一砖其实就裂 那地震来的时候搞不好就垮 所以我们才决定就是放在地表上 想在喜马拉雅山安装地震仪 不仅要克服当地房屋结构的问题 还得面临气候与温度的剧烈考验 但是在喜马拉雅山这边 温度其实变化蛮激烈 有时候到负零下 或是到50度这边 所以当时我们也很担心 我们的仪器在这边没办法使用 所以在出货前 我们在台湾有做过非常极地的测试 话才说完 林大军的眼角余光 便瞄到仪器的讯号 似乎不太对劲 暴震仪太长了 他们已经零化了 所以你已经开门了 你现在正在工作 所以有很多时间 不,不,不,不 有电脑的关系 有没有电脑的关系 对,没有电脑的关系 所以... 这是什么 没有电脑的关系 没有电脑 我会问他 我在早上查询了 我会查询了 这件事 有没有电脑的关系 而在另一個地震側站 突如其來的狀況題也正上演 我們現在在那個喜馬拉雅山 最接近城市的一個小村莊 那這邊是山 那這邊是我們最接近的側站 明明是大白天 側站內卻一片漆黑 顯然已經停電好一陣子 詢問何時復電 居民只能耸耸肩 幸好當初建置時早有準備 但如果像現在這種狀況沒有電的話 我們剛好在這邊也有架設電池 那這邊這些電池 可以提供10個小時的電力 對這些設備跟地震儀 因為這邊是喜馬拉雅山山上 所以基礎建設比較沒那麼發達 但是如果當10個小時電力用完 4天還沒來的話 我們就會到這邊有一個發電機 那這發電機會提供電力給這些地震儀 但是我們其實非常不太喜歡啟動發電機 因為前方間就會有震動 那這些震動會造成地震儀的雜訊 腳踩世界最高峰 才知眼前困難度遠超乎想像 尤其山上天氣順序萬變 還在期盼電力的到來 當地人已聲聲催促趕緊下山 只因山雨欲來 米利大的冰雹打在車窗玻璃上 能見度瞬間幾剩一到兩公尺 道路蜿蜒七驅 根本無法破風前行 最後只能摸黑下山 信號地震儀的訊號 早已直達喜馬拉雅山 地震預警側爆中心 20坪不到的空間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房間正中央的LED螢幕 顯示著山上100台地震儀回扯的訊號 光是在過去一年半內 地震預警系統就已偵測到 20個規模3.5到5之間的地震 並且迅速發布警報 讓魯吉爾省的居民 能利用30秒鐘採取必要反應 首都新德里 更爭取到75秒的寶貴時間 力求讓地震災害降到最低 在長期的資料搜尋建構下 喜馬拉雅山的地震脈絡逐漸清晰 這些來自眾神的殿堂燒來的訊息 難道藏有與天爭命的關鍵嗎 台灣的科學家正逐步解密 讓地震波隱含的蛛絲馬跡 無所遁形 台灣的科學家正逐步解密 證明